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穿过重重的人群 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 来到夜晚 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 也不要预知未来的优手 让音符代替动作 让歌词代替说话 我是郑智诚 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 音乐情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一天你想扭开一个瓶盖 但无论怎么扭 出多大力 都总是扭不开 后来你灵机一触 尝试反方向扭下的盖 瓶盖果然应声而开 人生里面有很多时候 都不是这样的吗 这条路走不通 换个方向走 或者就走得通 因为人生不是数学题 不会只有单一答案 固执于一种作法 往往只是将自己越扭越紧 所以当怎样都行不通的时候 就尝试改变想法 当想法改变了 做法就会不一样 而烦恼往往也就是因为这样 可以迎刃而解 在那年遇上 极偶然遇上 为何又飞奔到现场 将要走到当天伤 如否恨 会未一些一点表情认证 记忆当中这一张 或是朝时晚常 让我仍在听 让我仍在学 完全是一切最平常 亦会反复掀起心灵振动 流露彼此印象 痴情盼望 你的时事又向将清风飘过 仍可 平复创伤 在远方 再次反起初光 全是你会叫我心释放 悲坐 切益还手 经过 无面也正是 常探根坊 在这方 再次反起 希望想 全是你会叫我心向我 请让我靠在你的身边 陪同每个日出夜光 到过汗或暖 到过情或远 完全是不可以探望 热爱天天分享 都是适当 令你管他多少感情照样 再多光阴当中 与寂寂拒 波浅 在远方 在远方 再次反起初光 全是你会叫我心释放 陪同每个日出夜光 在远方 在远方 再次反起妄想 全是你会叫我心向我 请让我靠在你的身边 陪同每个日出夜光 来到今天2017年8月18日 陪同每个日出夜光 一个星期五的晚上 开转我们今晚的音乐情人 一路听开星期五晚上的朋友 一听就知道有点不对劳 原先重温当年今日的中文歌 《高龙富榜》《今日让劳》 让劳给两位朋友 原因很简单 就是其中一位朋友 今天正日生日 而另外一位朋友 是明天生日 所以今晚这个钟头节目里面 我们会和他慶祝生日 也会和他预祝生日 上面部分是他 1994年开始认识他 在音乐上的发展 讲的是今天生日的他 这个他的名字 叫做古具机 也都因为这首歌 我们认识他 原来唱歌那么练 一生苦恼多 或者世上得不到帮助 仗有天于轻堕 问好天有几何 即使风雨多 即使风雨多 别你接受多少次苦楚 让我跟你安坐 夜空中看星河 自动解采 自动解采 情令我可知曾痛苦 这么简单 全是废口 ir the world 总有压力 爱与家配可贵 如前那如天 过了知各自制 阳光美丽 um 谁人亦获懂 莊重的愚愧 因此不放下 若你眼内总及我鼓励 哦哦 感觉多妙 哦哦 枕雪枕了 天气极明亮 别你以后天知道怎样 让我天记心上 上星的爱飞翔 自动解释 情令我可知参痛苦 哦哦 这么简单 全是肺腑 哦哦 总有压力 我已加倍可怀 前那如天过了知各自制 阳光美丽 谁人亦碰到 匆匆的愚昏 呀... failed... 我仍能输来 igent i to 没人能明了 同情不会再遗险 谁料你真会愿意 吸我梦意 从此我两心已感觉一致 自动解释 情令我可知曾痛苦 这么简单全是肺腑 总有鸭飞 我已加倍可怀 前那如前过了知觉 似真阳光美丽 谁人亦帮助 初初的愚昂 1994年 古巨基出道 《一鸣经人之作》 谁人亦帮助 初初的愚昂 有一只大碟叫《爱的解释》 因为唱了这首歌 令人觉得原来他唱歌这么行 我们认识古巨居 古巨基还没唱歌之前 他只不过是一个娱乐新闻的记者 但是之后 1994年 出了碟之后 却成为香港历史上第一位 拿了四台新人奖金奖的歌手 身份摇身一变 有一个小小的节目主持 成为一个 很多人都认同的歌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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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1996年 终于奪得第一首四台冠军歌 这首就是刚刚听过的《第二最爱》 时间9点22分 身外气温30度 相对湿度83% 《第二最爱》 令《鼓励基》拥有音乐生涯上 第一首四台冠军 一年之后1997年 有一首歌曲的出现 令它更上一层楼 从梦里一点 来到我怎变 梦与阵之间 就只差一串 要是留着你 真实地纠缠 怕没权利以后留恋 情数与相思 如最爱的书 没了那一张 没翻开的勇气 故事何样美 终极是分离 不敢好奇 尖呼结尾 犹如无人甘烹 秘密现在被揭晓 明日想起 我梦记 失省受不了 宽乐 宽乐 监笑 虚无飘渺 再没遇地继续前摇 盼情一世 发现远望极渺小 留下一点 距离会 未有自信跳 宽乐 宽乐 监笑 虚无飘渺 那样动药 不如霸掉 由于无人甘烹 秘密现在被揭晓 明日想起 明日想起 我梦记 实承受不了 伤心跳 忽乐 宽乐 尽感笑 虚无飘渺 再没遇地继续前摇 谈情一世 发现远望极渺小 留下一点 距离会未有切心跳 哭流今宵 虚无缥妙 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哭流今宵 虚无缥妙 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欢乐今宵 令到古剧机音乐上更上一层楼 接着再过一些日子 他继续努力音乐之余 还唱而休 则演 继续在音乐和演艺方面 扩大自己的版图 去到2000年 他在国内拍了一部电视剧 情深深与梦梦 除了做男主角之外 还唱了里面其中一首歌 而这首歌 更加在国内播到戒指航文 好想好想 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 和你一起 数天上的星星 收集全天的 细雨 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 听你说说 听你说说古老的故事 听你说说古老的故事 记住你眼中的情依 好想好想好想 好想好想 好想好想 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 踏遍万世千山 走遍海角天涯 让每一个日子 都串联着 我们最美丽 最美丽的回忆 好想好想 和你在一起 一起 并缸紧看天边的落日 并缸听 并缸的鸟鱼 好想好想 好想 好想好想 好想很想和你在一起 踏遍万岁千山 走遍海角天涯 让每一个日子都串联成 我们最美丽 最美丽的回忆 好想好想 好想好想 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 踏遍万岁千山 走遍海角天涯 让每一个日子都串联成 我们最美丽 最美丽的回忆 因为时间的流逝 因为环境的改变 所以有些感觉消失了 有些情感一去不返 但是请不要难过 因为我相信 每一首歌都有一段 你我的泪水心情在其中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至十 你愿意和我一起分享 这段回忆的旅程吗 音乐情人 郑芷成明 同样地因为时间的流逝 我们听古剧机的歌 又听到这里为止 在此再次祝古剧机 生日快乐 我认为人都会拍拖 很养肥的歌